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نتكلم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ن عقسام الزبح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尊名 今天我们讲述关于这个宰生 الزبح انقسم الى ثلاثة عقسام 宰生分为三类 第一项是为安拉而宰生 如果这种献生为安拉以外者了 那么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是为安拉以外者 因为喜爱安拉以外的偶像 因为喜爱偶像而去宰生 那就是大的举办 第三项是普通的允许的宰生 首先第一项是为安拉而宰生 مثل ذبح الهادي والأضاحي 比如在这个朝景 朝景时这个的宰生 以及这个 ما نذبح في يوم عيد الأضحى بعد عرفات 比如在这个 عرفات 朝景之后的宰生 朝景之后 朝景期间的宰生 那是什么 为安拉而做的宰生 وما يذبح الحاج في المتمتع مثلا او القارض 比如 朝景者 在做享受朝 和联朝时 他们做的宰生 这都是为安拉而做的宰生 第二项 他们的宰生 不是为安拉而宰生 是为他们的偶像而宰生 是为了尊崇 他们的偶像伟大 爱他们的偶像 而去宰生 这是大的举办 为精灵儿献生 为缝坑里的人献生 第三项的献生 我们要讲一些 普通的 教法允许的献生 有些人在生口 是为了买卖 或者是宰自己吃 所以说我们讲了 关于宰生口 有分为三个方面 讲到 为安拉而献生 比如施舍 比如第二项 讲到了大的举办 比如为封坑里的人 去宰生 第三项讲的是 是普通的允许的宰生 比如去卖 卖肉的人 他们去宰生 安拉之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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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